大家好,我是橘橘妹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我的男朋友超美深度 話說有一次我在家一個人看電影 片名是鼎鼎有名的《慾望城市》第一集電影版 故事內容大致在講女主角要跟一個恐婚的男朋友結婚 男朋友臨時落袍之後又複合的故事 本公主看電影就是很容易感動 從中學習到傷悲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 有時候看完一部電影就會覺得很感動 想要分享給另外一半 讓對方跟我有一樣的心靈體驗 譬如說這部電影 女主角的未婚夫算是落袍費XXX 但他也算是個事業有成對你有很溫柔的男人 每次跟女主角講話都是雙眼凝視著女主角 專心聽對方講話深情又溫柔 我想讓卡爾看看這樣的男生都有魅力 讓他省思自己 每次聽我講話都玩著手機心不在眼的樣子 真的非常沒有禮貌非常不帥 又或者女主角在失婚之後閨蜜陪伴他出國度蜜月 在海島國家高級飯店穿著比基尼曬太陽 我幻想卡爾看到這一幕應該也會被感染到度假的氣氛 然後帶我去度蜜月之類的 最後女主角跟落袍未婚夫四個 一年再次重逢解開心結 那種拋開情緒 靈性談論當初為什麼要這樣做 過程沒有傷害彼此的企劃 這樣成熟的處理事情態度 我幻想卡爾看到這一幕會想的跟我一樣嚮往這種成熟的關係 下次我們吵架彼此就會冷靜一點 總之看完這部電影 我有慢慢的感觸想要跟卡爾分享 但是口述一遍電影劇情之後再分享想法實在太麻煩了 最快的方法就是讓卡爾看一遍 我相信以卡爾的智商是可以給到我同一個感動點的 終於有一天卡爾放假 我們一起看了這部電影 然後他漫步驚心的吃著餅乾看著 我再看一次還是有慢慢的感動 但轉頭看卡爾他兩眼發直面無表情 我不確定他是沒有gay到我的點還是他深藏不露 電影播到一半外賣的PIZZA送到 我們暫停電影吃了PIZZA 之後準備要回去再看電影的時候 卡爾卻開始拖動拖戲 一下大便一下看新聞 就是不願意回到電影 我有點不耐煩覺得 喂你的課上到一半也不上沒學分喔 但是我沒有這麼說 我只是很溫柔的暗示他 電影還沒結束囉 但他卻誠實的跟我說 我覺得那部電影很無聊 也就是失婚然後跟朋友去度假的故事而已啊 我已經差不多知道結局 我很意外他會覺得無聊 我急著解釋結局不是這樣 他們之後有複合耶 可是卡爾還是不在意 表示不想再看了 我超活的啊 在心裡扣他一千萬分 忍不住老實跟他說 我就是覺得這部電影 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才給你看 你竟然不專心看 難道要我直接說 這是你這禮拜的招財 看我給我一千字的心得報告 你才願意瓜哥看這部電影嗎 當然最後我還是沒有B卡爾看啦 但心裡就是有點不爽 姐妹們 你們說為什麼男朋友會這麼沒深度 我們看電影都可以有很多感觸 很多想法想跟對方分享 而男生卻真的只是在看電影 喔 寶寶 親親 分手 復合 喔 結束了 Nothing 一點感觸都沒有 完全不會藉著電影反思自己的狀況 或學到一點點東西 實在是太純太沒深度太沒上天心了 OMG 如果我們都可以不用親自經歷過 就成長不是很好嗎 總之這件事把我敲醒了 不管男孩幾歲都是男孩 他們放假就是只想放空 下班回家就是完全變僵屍 沒有思考 沒有主見 沒有同理心 沒有文化 你要教化他的唯一方法就是 直接開罵 你 放下手機跟我聊天 你 帶我去幫我的地府 你 不要再講那些沒有建設性的企劃 這位男生你也不要怪我們女生結婚之後不溫柔 這都是你們自找的 自找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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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